中共又破紀錄的五十六架次 在昨天在我們的這個西南空域 飛啊飛的 但是呢很多人觀察他的這個正式 認為呢他是在進行這個航母 這個攻防的模擬 然後另外呢也特別提到說 他的這個部分 當然有兼這個施壓台灣 這樣的一個作用 可是將軍你說 你看到這個陣仗 你甚至懷疑說 是不是有共諜 洩漏了我們的軍事機密 真的假的這很嚴重啊 對很多事情 我們都要大膽的假設 然後很謹慎 很專業的 很深入去分析 這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他從十月一號三十八架次 十月二號三十九架次 對十月三號是十六架次 加上十月四號的最多的五十六架次 總共一百四十九架次 這破紀錄了 去年也總共是三百八十架次 他這四天就已經一百四十九架次 這數量之多 以後會不會增加 我怕他還會再上升 這不是他的天花板 你說他還會再上升 加上會上升 這不是說他以後最高的架次 就是五十六架次了 就是他天花板 不可能 他隨時他都會機動調整 按照臺海的這種情勢 還有國際的情勢 因為政治是他的公... 政治是拿軍事當工具 軍事來支撐政治 那是軍事最好發揮 最好運用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 他目前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我認為他有三個戰略指向 第一個是對著這些 我們知道包含美國 澳大利亞 日本 包含英國 也包括河南 也包括加拿大 這六個國家 當然英國派的是 伊麗莎白女王號的航空母艦 對 昨天的時候 已經通過巴士海峽 進入南海 後面跟到的是 卡爾文森號的航空母艦 很清楚這個 因為他們現在 沖繩的南邊 先做軍演 很清楚 最大的這一艘 這個是雷根號 所以很清楚 他為什麼要來那麼多 第一個戰略目標 就是對著這六個國家 他認為在他的這個 宮古海峽水域南邊 到這個東菲律賓海 這個是他的一個勢力範圍 勢力範圍的爭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對臺灣做施壓 臺灣最近的 國際的活動空間多 我們知道上個禮拜的時候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了 要二零二二年 要邀請臺灣成為 環太平洋軍演的參與國 不管是觀察員也好 或是政治會員國也好 這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二十七個國家的 軍事交流的平臺 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海上的軍演的規模 現在美國眾議院 已經通過 參議院還在討論當中 這何等大事啊 對是一個 還有我們駐美國的臺北 經濟文化辦代表處 要變成一個臺灣代表處 這個也是個提升 是 還有我們像紐西蘭 遞交了TPCPP的這個合作 進步夥伴的協議 我們遞交申請書 這個也是在我們的經濟的 整個範圍上 是要擴大我們跟這些上面 檯面上的國家做經貿的 這方面的交流 等等等 也包括聯合國 聯合國的 我們要加入會員國 等等這些的活動 我們在國際的人健度 國際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嘛 那今天他今天也建立了臺灣 而且我觀察兩個指標 中共目前的時候 鷹派抬頭 中共內部已經幾乎沒有鴿派了 鷹派是什麼 鷹派是主戰的嘛 對 第二個東西是中共國內的民族主義抬頭 你民族主義抬頭的話 換句話說會有民族意識 會高漲喔 一出來的時候 會變成一股勢不可黨 銳不可黨 那怎麼辦 我現在的時候要交代 交代很簡單 先多派飛機 飛機最快嘛 你派船 兩艘三三五艘 行不成媒體的力量 是 戰機一過來 我先來一個三十多架 來一個後來給你來個五十六架 我往上加碼 哎呦這個就換掉 我白天飛到晚上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大家這個整個人進度就出來了嘛 國際也注意到了嘛 白宮還打電話咧 關切這個問題 現在包含美國國安部的副部長 美國的國務院都發表聲明 一個是要說 天天盯到中共的軍事動態 另外一個講 要加強臺灣自我防衛的能力 美國非常關切 那白宮還打這個電話 希望不要造成戰略誤判 會有這樣子 那我們要小心 我們是不是手當其衝 不要插槍走火 因為大家還放了放了在無線電裡面 還講粗話 還互槓 對 會有這樣子 那會不會因為過激 過激之後 爆成肌肉都漏出來了 那我們就要這個東西 我們要慎防 因為小事端會變成 擴大火炸大的事態 會一發不可收拾 小事端按著中共的用兵邏輯 他會報復的 那是大報復還是小報復 插槍走火 後面是這個軍事報復 那時候我們要很謹慎 我要認為很多事情料理從寬 因為畢竟兵兇占圍 這個兵者國之大事要非常謹慎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三大指標 對國內有所交代 對臺灣有所 文攻武嚇 軍事威懾 對境外的勢力 他也做一個軍事上的威懾 展現他 這是他的勢力範圍 傳統的空域 我傳統訓練的領域 請你不要這邊太靠近 當然美國的這些 這幾天 他的EP3 還包括他的P8A反潛機 也包括了KC15 這個空中戰略偵察機 還有他的這個KC135的空中 加油機都出來了 都有在那邊做活動 所以中共也也因為這樣 來做應變 另外一個 我們是不是要空中 要兵力去應對 我們空中兵力應對 是不是要消耗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飛機 F16也好 幻象兩千也好 IDF IDF已經三十年了 我們的幻象兩千跟F16都二十多年了 中共的這些蘇凱 二十七是超過二十年之外 還有蘇珊棟 將近二十年之外 他的千十六 千十一都是新的 我們已經二十多年 沒有再進新飛機了 那他現在是不是要消耗我們 而且是不是我們裡面的內部 有些訊息被他掌握住 我們後勤能量的已經 我們的後勤底被他吃到 他就過來 這是很重要的 他就知道我們要消耗 我們的零件還有多少 因為每一個飛機 他每一個零件都有他時間 你四百小時也好 八百小時的飛機 你就要進場 要大修 跟汽車要進場大減 是一樣的 所以你懷疑有共諜 可能洩漏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們都要很謹慎 要料敵從寬 因為共聯案 有時候我們有時候 在報章媒體都有報導 是不是把一些相關的 很重要的關鍵的訊息給他 讓他知道後勤 打戰 所以他來測試 我們的戰備底線 戰備底線 你後勤的量 你口袋有多深 你後勤零件 還有多少 我來消耗你 等到真的要打仗的時候 你已經口袋剩一半 你已經會有這個樣子 因為這就是消耗戰 所以我要認為我們要經過大數據來分析 大數據分析 我們有多少的後勤能量 我們能夠動用多少兵力 我們不要忘了要持營保態 蓄居戰力 這個等到要用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傾囊而出 這才能夠發揮最關鍵的戰力 我們平常如果消耗了 到時候關鍵的時候 要用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桌巾見軸 這已經見底了 外航人看熱 他一直來怎麼辦 對 到怎麼辦 都是我們變成應接不暇了 會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要真的內航人打仗看後勤 那不能講過 打仗就是三個三件錢錢錢 這錢就是口袋的深度 對大軍未動良莫先行 就是這樣 都是一定是後勤 那今天他的消耗戰過來 派那麼多 我們是不是要精算 從用什麼機器去應對 拿什麼樣的機場最進 對 我們是不是要在南部 是不是在恆春的機場 因為進嘛 恆春最進嘛 對 是不是要看 那五里的機場 是不是將來要可以做啟用 又最近就最多攔截了 這樣的話對我們來講 我們可以以意待勞 因為畢竟敵遠 但是我進啊 我進我有地緣的優勢 有戰略的優勢 我們是不是要靈活來看 從後勤的眼光 還有從戰略布局 戰略布施的角度來看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掌握主動權 才不會受制於人 因為將來的情勢 不會那麼快的緩和下來 會慢慢的升高 那十月十號是我們的國慶日 我們國慶日 他是不是又有大兵力過來了 他大兵力過來了 他大兵力過來做洗澡 因為為什麼 我們的慶祝日子 對他來講 是他感冒的日子 那會不會這樣子 我們有料理從寬嘛 這樣我們可以這個信心在握 勝利在握 至少 居然在 ini